自公益版WRO国际欧林匹亚及其人世界赛 是一项中合作于电脑组成与科学管理的国际比赛 当时的政心中下及其人团队 今年就代表台湾来参加比赛 提到国中资世界冠军的公园 条件的核心业表现这群大将是涉及台湾和河口 因为有国共的主管制部与团队合作 这一档口音有机会站起来国际部队 顺利退下冠军 我们就在这一个框档 我刚才是什么担心 要完成AI人工智慧其人的组争 不然要有創意 还要结合电脑组成与科学管理 进行中下其人团队 就扣到实力在200WRO国际欧林匹亚其人世界比赛 在到世界冠军的赏赏 我们从台湾的云林 然后走到台湾这个全国赛 然后走到世界赛 真的走上颁奖的奖牌那时候 就真的是感觉非常的感动 感动对 然后就是终于我们真的站上了舞台 然后真的拿到了这个荣誉 代表好好跟台湾拿到这边金牌 这个公演对团队来说 一开始是受到受到 不过第中的核心也表现 这都需要扣一个团队每个人的力量 照夸到完成比赛挑战 今年的大主题是有关粮食不足的问题 就是让学生去思考 怎么用机器去解决这些粮食问题 然后我们高中组分配到的是食物配送 就是把需要一些不同种类的食物 分配到需要的地方 然后就是比较不会造成运送的过程会有浪费的问题 今年国际欧林匹亚比赛总共有23个486队参赛 进行中下机器人团队这次派出两队代表台湾参赛 好消息团队的高中好好也非常困定 推动机器人社团的信号 他们其实要参加这样的比赛 经过台湾区的一些竞赛非常激烈的过程 在他们获得我们台湾区的代表权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很有希望 那不过可惜的是我们其实今年有两队 好那分别获得我们台湾区的第一跟第二名 那其实我一直觉得说 学校就是提供一个学生一个场域 然后给他的支援 那学生的认真得到一个回馈 那学校实际又荣誉 在世界观景之后我们预计明年啊 就是要办一场就是给国小五六年级学生的一个乐高的应对 而且我希望就是他们呢可以由他们出来主导 就是来教导这些小朋友们 进行中海的办法力量 那中西核心割业也注重因多案发展 这次学长的优秀表现 好好也希望学弟学妹 可以极限这个精神勇敢应该挑战 记者台湾区从不斗